资源更新呢 好像有时候会更新不了 或者是更新不到 我们如果碰到这种明明字是对的 字符传的显示的却不对 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里比如打个空格呀 或者怎么样 让它这里边出现信号 我们再重新把它保存一下 然后让它把这个资源文件重新加载一边 应该就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这个程序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修改 你的22对不对 点击修改之后 这基本上就应该不会报错了 对吧 它自己本身也能改 刚才那个U的ID你要不排除掉 它自己本身你点 它点保存都保存不了 对吧 这你知道刚才那个做什么 然后这时候我们自己再把它改成一个 改成一个理事 看这时候会告诉咱们是重复的 不会 理事 然后我们选一下 然后点击一下保存 对吧 已经存在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不填 咱们先前写来的校验也都能用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再试一下删除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适合否字符正常了 对吧 点试 对不对 这就删除了 再说 最后我们再回过楼 回过头来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 现在人员管理模块 模块应该是已经完了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整个回顾一下 它的这个整个过程 对不对 我们封装了这个数据库的通用操作类 对不对 这就不用讲了 下部又怎么做呢 DAL层里边开始DAL层里边封装 基本操作的更山查改 声称数据库的脚本 对不对 插入模仁数据 业务层里边我们首先封装了一些最基本的这个 登山查改操作的方法 后来我们又根据我们的这个需要 逐步的对它进行了扩撑 对不对 在底层的这个Segel DAL基础上 然后再往后呢 我们做了一些布局 布局里边这些就是常用的style 对不对 IQ点击后的背景 对吧 然后查 这是我们 定义好的写代码的结构 包括出手画变量啊布局啊 我们都用了统一的方法 包括BoundData 然后这里边 SetTitle 我们应该还没有SetTitle吧 还没有弄 这个我回头加上去改一下 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嘛 设置一下标题 对不对 咱们先前的这个标题应该就叫 里面管理 后面加在一个 默认有多少人的这个数据 对吧 这也好理解 然后呢 就是使用咱们的一个 警告谈出荒 完成咱们的添加修改功能 对不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 咱们的这个添加修改 是封装在了这么 一个方法里边 对不对 一个方法 整个完成了这个 添加和修改功能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封装好一点 你这个合并到一起 你以后 即便是发生修改了 你也不用两个代码来考来考去 所以说写代码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这种有通用点的把它封装好 然后最后呢 改跟它是一起的 对不对 咱们同样的看了一下 如何通过这个正格表达式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数据校验 我们下去要仔细的看一下这个正格表达式比较有用 另外一个是我们又用到反射了 对吧 很有用的一个东西 来控制了一个系统的这个警告框的对话框的这个关闭 对不对 用到了反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又用到了我们系统的这么一个菜单 上下文菜单的这么一个方法 做了一些上下文菜单的操作 这样的话看来 我们这个一个基本的人员管理模块 已经把我们这个底层的所有这些封装都已经包括进去了 对不对 呃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 呃后边这几天的课程呢 我们就会逐步的加快我们的这个进度一些 比如说底层的这个表的操作呀或者什么 我们就会事先把代码给写好准备好直接调用 呃可能会在这个代码的基础上的做一些简单的解释就可以了 对吧 呃明天我们会把 这个账本管理呀 其实你自己就已经可以自己开始写了 因为账本管理跟这个人员管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无非是用到了这个事物 明天我们讲一下 呃其他的呃 这个模块呢应该是没有什么了 我们下边就是逐步把进度加快就可以了 争取在呃两周之内呢 把咱们这个整个项目这个实在给讲解完毕 好吧 呃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 好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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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